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历史上死于贫困交加的七位美国总统,大约不会有人想到,天下第一强国,复国的美国, 他的总统居然有死于贫病交加的,并且还不知一位,第一个死于贫困的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他出身贵族家庭,属于富有阶层,后于1809年3月4日离任,死于1826年7月4日,巧合的是, 他竟然与他的前任,郑迪约翰、亚当斯·托比达斯几乎同时离开人世,虽然后来他们的私人关系已经和好, 杰斐逊的墓碑上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 亚当斯虽然晚年拮据,但仍有不多的土地等不动产,劫北逊八年的总统生涯,使他欠下了一万一千美元的债务,不得不另举债偿还以离开白宫,离开白宫之后, 抵达蒙蒂赛洛,虽然拥有几间小作坊和一个小农场,但入不敷出,尽管认痛卖掉一些土地还债,仍然还有几乎五万美元的债务, 于是还债就成为困扰这位敌人总统的难解之劫,他的大女儿与他一起生活,在给父亲的信中, 马霞写道,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想看到你年纪这么大,还要为债务而烦忧, 1812年,英国人入侵焚烧了国会图书馆,杰福逊将自己价值五万美元的藏书, 以两万三千五百美元的低价卖给国会,偿还了将近一半的债务, 近官首投结居,他却从1816年起,已全部身心投入,筹建福吉尼亚大学的运作之中, 在他的积极游说之下,周一会批准每年支付一万五千美元以资办学, 杰福逊到处募捐用于建校,1825年3月7日,大学开学,尽管只有三十零学生, 杰福逊终于因为贫困兼职过度劳累而病倒,当杰福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 美国各地为之捐款一万六千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并解决他的医疗费用。 6月24日,他写下生平最后一封亲笔信,抱歉地推辞掉华盛顿纪念独立宣言50周年纪念活动, 他终于满足了活到7月4日的最后愿望,中午12时50分,离开人世, 想年73岁,几个小时之后,另一位独立宣言起草人,杰福逊的前任总统亚当斯, 也撒手人寰,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出身小农场主家庭,家境并不富裕, 后于1825年3月4日离任,他归宿的橡树庄园,是杰福逊亲自帮他设计的, 与当时其他总统一样,由于总统新奉根本不足以支付开支, 离任时审计发现,他原有的庄园由于卖币还占,已经剩余不多了, 于是他致信当时总统麦迪逊,要求美国政府补偿对他的拖欠,并请求国会援助, 否则他将难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但无结果, 这样他不得不卖掉阿尔比尔和米尔顿附近的土地, 技能厂,还部分债务,在有的债权人开始追索的情况下, 他企图向杰福逊请求援助, 却不料这才知道杰福逊比他更贫困,于是门罗联合其他人, 联名向弗吉尼亚立法机关,要求接济杰福逊, 门罗对于美国政府的补偿要求被一拖再拖, 门罗只好做放弃的打算, 1830年9月23日,门罗夫人因中风逝世, 给门罗以及大打击,安葬完夫人之后, 门罗几乎一文不明,他的所有资产都耗费殆尽, 只得搬到二女儿在纽约的家中,依靠女儿生活, 当时的总统约坤亚当斯任命他的二女婿, 为纽约邮政局局长,这份心奉保证了门罗一家的生活, 为了挣钱,门罗总统只得写书换取稿费, 门罗的贫困状态终于感动了美国国会, 他们批准给予门罗在任总统期间的补偿费3万美元, 连同他的卖地进账只够还清门罗的旧债, 却无法弥补他倾贫的生活, 1831年,门罗最后的家,橡树庄园被他卖掉了, 到此,门罗成为地道的无家可归者, 当年7月4日,门罗在女儿家因心力衰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中年73岁,成为死于国庆日的第三位前总统,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森自由父母双亡, 留下小笔遗产不就即被花光, 以后靠自己拼搏成庄园主, 后于1845年3月4日离任, 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时宣布要全部偿还国债, 1835年1月8日,他实现了诺言, 美国联邦政府有时以来第一次偿清国债, 但在他因病离任后却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 还在他离任前夕, 就不得不卖掉田纳西州西部一些土地来还债, 他的主要债务来自1837年经济大恐慌, 和他的小儿子投资失误, 用杰克逊自己的话说, 是被别人骗了, 1841年他的庄园棉花欠收, 七匹两种马也死掉了, 经济上陷入困境, 许多朋友为杰克逊募捐, 打算替他渡过难关, 但被杰克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不愿意利用前总统的名声来接受赠款, 宁可接受贷款, 而且必须以儿子的种植员抵押, 还在遗嘱里加上一句, 只有还清这笔贷款, 才可以处置遗产, 他足以影响全国, 却无法摆脱债务的烦恼,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道, 贫困正在逼舍我们, 由于债务只是他心情沮丧, 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 1845年6月8日, 经手术救治过的杰克逊在家里离开人世, 中年78岁, 在他的遗嘱中, 他以所有动产, 不动产出让偿还欠款, 连同利息16000美元, 留给后人的遗产, 只有三柄礼仪用件, 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的时候, 用件保卫和中国宪法, 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 波尔克·James Knox Polk出身家静英时的庄园主, 后于1849年3月4日离任, 在四年的白宫生涯中, 波尔克工作勤勉, 着有成效, 布侃南国务卿说, 他, 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一个人, 仅仅四年的任期, 就把他变成一个老人了, 的确, 离任时53岁的波尔克, 已经满头白发身体虚弱, 离任的自日就染上慢性腹泻, 他的妻子沙拉, 把田纳西的家收拾得格外恩心, 命名为波尔克公, 当波尔克大致痊愈之后, 立即投入到图书工作中去, 为己, 繁忙的工作影响了波尔克的健康, 离任刚三个月, 就撒手人寰, 中年53岁, 波尔克夫人沙拉过着清贫孤独的日子, 南北战争彻底摧毁了沙拉赖以为生的密西西比庄园, 沙拉失去了经济来源, 只得依靠变卖庄园的土地换取一次性的微薄收入, 1882年, 美国国会批准每年补助5000美元养老金, 沙拉的生活才有了保障, 1891年沙拉逝世, 中年88岁, 第十三任总统米勒格, 菲尔默尔尼尔特菲尔摩出身于穷阔潦倒的农民家庭, 自幼便需参加农业劳动, 后于1853年3月4日离任, 出身贫困农家的菲尔默尔, 于1850年7月10日, 接替病故的泰勒总统当上美国总统, 1852年大选失败离任, 由于总统任内花销太大, 离任时他已经没有什么积蓄, 经济上陷入困境, 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 给每位离任总统一万两千美元的年薪, 他说, 我们的总统们, 竟然被冷落的撇在一边, 无人理睬, 或许还迫于生计, 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 或变, 这真是国家的耻辱, 我们选举一个人当总统, 期望他诚实的办事, 或许还能放弃盈利的职业, 然而, 我们在利用他以后, 就让他隐居起来, 也许还任其陷入贫困, 但没有答复, 菲尔默尔在1856年大选中失败, 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家乡布法罗的公众事业, 募捐已建立布法罗的中学、青年会、历史学会、总医院、图书馆, 但已经债台高筑, 无力偿还债务, 索性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林的爱情, 婚后, 卡罗林还清了他的债务, 使他得以在以后的年代里, 继续从事他热衷的事业, 1874年3月8日, 菲尔默尔中风死亡, 中年74岁, 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乌罗林斯出身于牧师家庭, 后于1920年离任后, 穷愁潦倒的过了四年, 全靠他忠实的妻子照料, 直至1924年去世, 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威尔西·森普森·克兰特出身于小农场主家庭, 家境并不很好, 后于1877年3月4日离任, 格兰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 马克思、 恩格斯都夸赞他提供了坚决的军事指挥的优秀范例, 也是美国即华盛顿之后, 首位获得上将军衔的军人, 但他八年总统任期却政绩平平, 格兰特被贬损为美国最腐败的总统, 但那仅指他任人平亲书并纵容身边的小人而言, 离任时他和妻子居然没有去处, 乃至赖在白宫两个星期不走, 收入境内战争时期拼搏获得的每年6000美元的镜像, 格兰特离任以后曾经访问中国, 是在利游世界的过程中到达的, 经费拮据全平民生在外国里若上宾的招待, 实料不及的是, 他历史两年半的旅游, 把美国的声威拨洒到全世界, 人们从此不再认为美国仅是一个偏远之的无足轻重的国度了, 从这点上说, 理应由美国政府付费, 但没有, 回美国途中, 格兰特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没有一个家, 但我回去后必须建立一个家, 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安家, 回到美国, 格兰特首先需要一个职位, 他首先找到的是墨西哥南方铁路公司董事长的职位, 靠名声募集修建南方铁路的资金, 结果于1884年破产, 接着他又从儿子巴赫的岳父那里寻求到10万美元, 指望做华尔街经济公司发财, 却被合伙人卷款潜逃, 于是他彻底破产, 一贫如洗, 只能靠朋友接济维持生活, 经济窘扑, 是他不得不接受曾经傲慢地拒绝过的, 写回忆录, 写了两篇, 得款1000美元, 此外马克, 突温也建议他写回忆录, 并表示愿意支付20%的版税, 还预知25000美元, 这确实如雪中送炭, 救了格兰特之籍, 1884年他正写作之时, 他检查出喉癌, 医生们认为是他在战争期间, 养成的每天抽20只血加导致, 于是他面临死亡威胁, 更重要的是, 如果死去, 妻子将失去生活来源, 这迫使这位前军队总司令, 两届总统不得不业一忌日, 终于在他死去前四天, 两卷本回忆录完成了, 他写在纸条上这样的字句, 没有我应该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此刻但愿快走, 1885年6月23日, 格兰特离开人世, 这两本回忆录在格兰特死后出版, 终于圆了他的发财梦, 但那是他的妻子的继承, 格兰特艰难困苦地过完最后的时间, 终年63岁,